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破了这个过去大盘的惯性了 在这个过去呢 只要说在这个最近一个月里头 个股就要碰到了这个利多消息 不见得会有正面的回应 但是只要偏偏碰到了这个利空的消息 这个股价铁定会往下跌的 但是还是有不少的个股 似乎已经是打破这样利空下跌的惯性 似乎已经开始慢慢举跌了 有机会能够开始往上走高 就是落在了瓶盖骨的身上 我们稍后来一起来探讨 先邀请到三位来宾 DOS在运达投过的分析室了 郭海培 郭爸 晚安 伟丁好 观众朋友 大家好 亚洲投过的副总了 这个蔡忠贞 忠贞 晚安 伟丁 晚安 各位观众大家 晚安 就让投过的分析室了 就胡怡堂 玡堂 晚安 伟丁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好 当然我们再聚焦一下 是在这个瓶盖骨的身上了 不只包括了我们说 包括了许多外资 现在看到的瓶盖股身上 也就是说 好像这个营收表现不理想 是完全不如市场的预期 但是股价偏偏就是没有下跌 反倒是呈向了上涨作收 认为说瓶盖股已经是利空出尽了 我们就先来看到说 到底有哪些的指标性的个股呢 就是落在了鸿海的身上 就鸿海在本周公布了 是在7月份的营收 只来到2602亿 这个数字的确让市场稍微有一点点胆战心惊 不如预期创下了17个月的新低 不管是在这个月增率 还是包括年增率 都是比同期呈现了这个衰退 而且衰退幅度还不低 光是在7月份的营收 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成3 这对鸿海来讲 过往都算是一个机优生 过去都考100分 只要是往后退 退到了99分 恐怕市场都会给予这个非常大的这个下跌的压力 但是没有这个鸿海今天还是已经小涨做收 小涨5毛钱股价并没有呈现了下跌的空间了 另外我们来看到是在大摩了 外资的看法 他就说这个iPhone6推出时间倒数 要把握一下这个最后一波的反弹行情 加上说最近三天好像就土洋有点对坐了 就外资明明看多 但是外资却站在了卖超 反倒是内资不断的再加码5188张 我们先就整个大盘的结供性问一下锅罢了 因为之前有一个包括了法说会嘛 大家创成说是个法会行情 因为这个大力光带头之后 明明是好到爆炸 结果隔天呢 股价几乎是以跌停板做收 引发了一波的这个法说会的法会比价受应 但现在鸿海的这个七位飞行的时候 很不理想 但是股价并没有跌 似乎看到了一些转机了 确实是 那么在刚刚韦丁所提到的法会行情 从大力光开始 那么这里面牵涉到什么因素呢 后来的外资报告 针对他们在法说会之后的一些股价出现重挫 他们所做的一个最新报告 他们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法说会里面所释放出来的利多 不管是营收创新高 或者说就是获利创新高 以及你后续的产业人见度 那么这些正面的利多讯息 在股价上都已经反映过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 这叫做符合预期 甚至他们不认为符合预期 也就是说你在所有的利多都已经充分反映之后 那么股价应该有做修正的空间在 这就变成很多法说会所丢出来的讯息之后 它检视的标准非常非常的高 那么造成了利多不涨的一个局面 那么最主要是当时的电子股 已经月K线连续七个月上涨 而且七月初前半个月也是上涨的一个状况 可是经过这次579点的修正之后 那么很多外资机构对整个台股的评估说 第一个你已经进行过一个超过4%的一个拉回修正 个股的幅度更大于这个大盘 在这种情况之下 苹果仍然是在2014年里面 外资认为是推升台股电子股上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能 那么在这个时候对于你所释放出来的讯息 只要不是过分的离谱 他都认为是可以接受 因为从整个科技股或者半导体股 它的一个未来12个月的本益比 我记得在前两个礼拜节目中跟观众朋友也报告过 那么半导体的未来12个月平均本益比只有12倍多 那么整个科技股的平均本益比 它只有13倍多 它有11%的折压空间 所以当我们看到红海的营收出来的时候 衰退 可是股价没有跌 为什么会没有跌呢 很简单 就是在整个苹果的拉货过程里面 从最早的PA到软板镜头开始 而最后一个才是组装 如果按照它的时辰表 9月9号亮相 9月19号上市 那么代表它整个红海的营收 会在8月份里面会开始逐渐的上升 而且这个8月份9月份都可以持续 从外资的报告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 它认为红海的第三季大概会有5%的成长 那么到了第四季的话可能会有55%的成长 而且这个成长时间一直拉到了明年的第一季 因为iPhone6它的出货 目前市场估计是 8000万只用 8000万 分别是5000万只的 这个小的4.7寸的 然后3000万只的5.5寸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 为什么红海看到利空反而不跌 一方面大环经过了修正 电子股经过修正 第二个 它的一个拉货时间点 从8月份开始才正式进入它的高峰 好就等于说我们从整个这个平盖股先来看一下 这个包括了红海 他说这个7月份的营收表现不理想 这个年衰退超过了一成三 主要原因是再说 这个iPhone6的时间点 对外发布时间是要定不定的 一下说在9月9号 一下说有可能在第四季 一下说有可能到了明年第一季才会对外推出 才会使得说7月份营收不理想 让这个7月份变成一个新旧产品的交换 但是外出看法是非常的乐观了 他说纵观整个平盖股 他就下了一个定论 就是现在拉回就是买点 再问一下中贞了 可以下这么明确吗 其实拉回就是买点这句话 我觉得是正确的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接下来其实 不管 因为大家都还没看到iPhone6 而且我想大家对iPhone6应该期待很深 包括我自己我也是在期待iPhone6 你是比过名吗 不是因为我的iPhone4 它的Home键一直坏到现在 按到手 你当天这样还在用iPhone4 你不知道那按到手都差点OK 所以我也在期待这个iPhone6 但是重点是这样 就是说就像刚刚郭爸讲的 你从拉货的效应来看 其实现在来讲的话 鸿海正式进入一个所谓 组装从8月份开始 它的营收才正要开始出现成长 那么当然之前的这一些 包括你看像过去打破一些惯例的 比如说像刚刚这个韦婷提到说 这个法说会都是法会嘛 从大力光 从联发科 你会发现 无一幸免 对无一幸免 几乎大家就是有利多就是跳水 比赛跳水冠军的 但是你会发现说像昨天就 今天就不一样 我像这个可成昨天的这个法说会 释放出好消息 结果可成今天是怎么样 今天是差点挑战前高 它是已经回到平台整理区 差点挑战前高 所以现在在这个涨停附近 进行一个震荡 但是以可成来讲的话 其实它上半年赚8块多 那一般其实你看 下半年iPhone6才要大幅度开始出货 那如果以可成 其实它不只是iPhone 它其实飞瓶阵营 它还有做出货 比如说像先前宏达电的这个 法斯文耶 法斯文金属机壳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其实像这个可成来讲的话 它的如果说我们用上市下6 一个最正常的电子业的营收比去看的话 包括获利比去看的话 上市下6 其实今年的获利是有机会比去年更高 对 今年你这样算起来 今年有机会获利可以看到两个股本 所以目前看起来 其实你看它的股价 它就开始 法说会 包括毛利率也成长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法说会好像释放出来好消息 跟过去那个法说会释放出来好消息 反而是跌停 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想其实以这个平概股来看的话 其实我认为 最近还是有一些 你要看这个 真的是有大部分受贿的 比如说像平概股当中有一些 你看它的股价就是不太动 比如说像台郡 那股价就是不动 不动就是不动 弱弱的 对弱弱的 那一定有它的原因存在 但是像可曾这一些 比较强势的这些平概股份 就是可以去留意的标底 好 不过我们从这个 包括了平概之外 我们就来看到说 通常在这个苹果iPhone 这个推出之前 通常都在每年的第三季 就往前推一下 前一个月的电子指数 这涨率几乎超过了七成以上 也有70%的机会 都是呈现了上涨 不管像是在这iPhone 第一代的iPhone 包括像是在这个 在98年06 98年6月份推出这一款 也是呈现了上涨 反正整体来看 七字手机里头 有五次 整个电子指数 都是呈现往上走扬的 对电子股来讲 算是最近 玉桃 你拉回这么多了 这个总是一个好时机吧 绝对是好时机 虽然有时候外资的报告 我不太认同 但是他这一波说 平盖股拉回找买点 其实我给予赞同 为什么这么讲 其实在当时五不穷六不绝的时候 我们就有讲到一个重点 能够延续到下半年的一个部分 我相信就是苹果概念股 因为九月才要出经济 那在这一边来说 那拉回要找买点 到底要找哪一些族群 跟就是说标的 我这样讲 其实刚刚像提到鸿海的部分 外资有讲 回来就是买点 他们就寄先的附近 那可乘 我刚刚中正也讲了 今天似乎要挑战这个前高了嘛 那是不是说真的 也来到波段的一个相对的一个高点 所以这地方怎么去做一个减便宜的动作 从可乘的一个大涨 我们带一档 二三五四的红准 其实红准我们讲红家军里面的一个 苹果相关的一个个股 说真的他是最委屈的 真顶说真的 已经在季线之下整理之后 目前要往上做公告 唯独红准 你去看红准的日K线 说真的现在几乎大概回测到年线 几乎就是在这个均线纠结处 这个波段底部的一个整理区 但是你去观察 其实很重要一点 外资有没有在买 外资在红准的布局 其实也蛮积极 从七月以来到现阶段 你看外资一路买上来 那几乎现阶段都要回到 过去这一波的一个起涨点 那回应到刚刚讲的 既然苹果的个股 相关的概念股拉回是找买点 那就去找这些低机器 外资有在买的 所以我认为红准的一个身上 可以去期待它所谓的一个 我们讲落后的一个补涨 那当然第二个 我们再去看到一档个股 我认为它比较特别 虽然我们常讲 操作个股有时候不要追高 但是有一些个股 我觉得它在身上 如果筹码面是安定的 可以去做一个追逐 大力光的身上 大力光 我讲当然它的一个价位比较高 我说为什么它可以买 说真的大力光最大的主力是谁 外资 外资纪念也还买了一万张 那当然不是说这个地方 要各位拼命去买大力光 还是有风险 这我要提醒 但是我为什么认为 它还可以再买 你去观察 过去这一波以来 拉回整理的时候 外资的筹码有没有大幅松动 没有 反倒是什么 自营跟投信调节最积极 那外资还在买 我不知道外资要买到什么时候 但是我们知道 九月新机上市 到这个年底还有五点五寸 那题材会不会持续做发酵 应该一定会嘛 苹果概念股 那苹果概念股里面 获利持续创高的 营收创高的 甚至在今年有机会 赚到EPS一百块 当然我不知道外资 喊三千块是会不会到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看到它 基本面是好的 那法人的筹码没有松动之下 当然它是唯一一档 在苹果概念股里面 现在最强势的 那你也可以视它为观察指标 如果大力光能够持续走高 那后面还在落后的 还没有涨到这些苹果概念股 我会认为短线上 还有机会在这个 我们讲八九月份过后 有一波不涨行情 就等于说这大力光 或许能够有从这个 看大买小的这个角度来切近 算是整个苹果概念股当中 一个比较领头的指标 不见得说你一定要拿钱去买它 也不见得有这么多钱 除了在这个大力光 或许人家说大力光 这一张两百多万 实在下不了手 有没有其他苹果概念股可以参考 当然有咯 来看包括了在画面当中 有哪一些 目前平概股筛选过的 的确是这个在大股东 有在回补 而今年有继续成长的空间了 出现六档 中光电啦 红海 可陈红转 嘉玲跟大力光 刚刚这红海郭霸 已经先提到了嘛 我们就来看到中光电好了 中光电呢 是目前这个大股东回补 幅度最大的一档 1.31% 今年还有将近两成的成长空间 这个获利程度还算不错 OTCL之前跌得比较深嘛 中光电如果真的 如同外资所说拉回就是买跌 之前跌得深 这次可以谈得比较高吗 中光电不需要等拉回就是买点 中光电已经是高高在上了 它基本上除了平概股对它所造成的一个基本面上的贡献以外 今年NB出现好转 这一部分在中光电来讲它背光膜这一部分也受到了相当大的激励 光它第二季的一个季报我们看到的数字一块一毛二 那么大家回想一下去年同期的数字只有0.5 所以两者之间可以看的这个差距很大 因为过去几年我们PCNB这一块始终都呈现一个比较基本面 不是那么强的一个族群 那么今年的情况改变 所以中光电来讲的话 它事实上从苹果手机这一块 一直走到这个NB这一块的背光膜 它其实都在市场需求上都有增温的现象 一看中光电的K线图来说的话 它一根带量的曹红棒上来之后 在高档横向整理了这么多天 它跟整个大盘的形态 跟其他股票形态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就代表这边不但是大股东积极在维护 还有特定人在里面做买进的动作 所以这一党个股投资朋友 不妨可以特别去锁定一下 以赖跟长红棒作为你风险控管的位置 那么它在长红棒的上沿盘整的话 表示它是一个超强势 只要下沿不跌破基本上都可以持有 所以从这边来观察的话 我想从苹果股里面看 所有个股目前的位阶来讲的话 中光电姿态应该是最高的 好 这中光电虽然小归小 但是这个股算是蛮标的 所以最近持续在高档震荡 跟这个大盘是完全是腻子在走 大盘跌好像根本就不关它的事情 除了中光电之外 另外一档是来看到是在加联益了 加联益这档其实很多分析师 看法五成五成 五成的人看多 五成人看得比较保守 在最近这个大股东 是并没有太多的青睐 还是小幅度调节了 百分四点九五的持股 在今年有百分之将近是六成的成长空间 还算蛮多的 这个如果之前不受到青睐 现在希望能够再夺回一下市场的眼光 还有机会吗 壮阵 其实讲真的 为什么刚刚会提到 台郡不动就是不动 加联益就是感觉起来比较强势 其实最主要原因在哪里 就是说 其实如果说我们有这个 台郡的这个走势 可不可以看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你看再拉长一点 时间拉长 你看其实它基本上 它就是根本就是没有涨到 那当然其实以加联益来讲的话 它之前是有涨过 那目前是有出现一些拉回修正 那在拉回修正来讲的话 到底可不可以买 如果以外资报告 当然拉回就是买点 那为什么这两者当中 我会比较青睐在加联益上面 其实从股价上面就可以看到 之前在iPhone 6传出来 多几月几月要亮相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间点 加联益已经开始有出现 往上攻坚的一个态势 那如果说你对产业了解的话 其实在过去不管是iPhone 4 iPhone 5的时候 这个接单最多的 其实在台郡上面 所以那个时候台郡都在百元以上 然后这个非常强势 就是比加联益强 那加联益动就是不动 但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就是反而台郡不太动 那你要去找说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那为什么今年来讲的话 加联益成长空间比较大 其实如果说你从产业面去了解的话 今年应该在iPhone 6的部分 这个加联益接到的订单 是比台郡来得多 那过去台郡的话 因为它是比较集中在苹果 它百分之九十以上就是苹果 今天只要苹果不给它单 台郡就有一点危险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对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说这个订单的部分 是有稍微流到这个加联益上面 那这边来讲的话 其实加联益它成长空间反而是比较大的 那如果过去强势拉回来是买点的话 其实我觉得加联益就是可以去选择的一个标的 好 我们再追加一提再问一下忠贞了 就是在这红武海的身上 红武海毕竟是非常多人 尤其是这个婆婆妈妈非常关注的一档的个股了 最近股价还算是蛮强 至少比大盘来得强 首价的季线之上 现在有人说了这个七月份已经不好看 当时市场就传说 这个恐怕这个红海百元的关卡 有可能会守不住 但没有想到红海守住了 这一战打得还算是OK啦 后续OK吗 其实后续来讲的话 像外资的报告里面 我记得有看到一篇报告 它说接下来 因为过去是在这一个所谓青黄不接起 就是iPhone 6到底什么时候要出 要出还是不要出 大家就在想说这个很尴尬 还有人说十月才要出 那我不就昏倒了 手继续黑色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像红海来讲 其实已经有外资估出来 它接下来的获利 单季的话可以重回兆元 那兆元是很恐怖的 不是轻来兆 是赶快兆去买 那种感觉 所以我想以红海来讲 接下来其实它的题材很多 不只 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瓶盖 其实接下来它还不只瓶盖 大家知不知道 像最近特斯拉也很强 它好像跟特斯拉 对 要合作要去做一个电动车的组装 其实我觉得这是未来成长的一个空间 甚至包括机器的 最近最夯的 就机器人的部分 那我想接下来红海的部分 应该还是可以去做一个留意 好 如果比较大范围来问一下 就问一下玉堂了 现在借在瓶盖股 当然这个台股当中 非常非常的多的 如同这个外资所说 拉回就是买点 它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去挑个股 就比如说它的股价 必须要守在季线之上吗 要比大盘来的强势 要挑比较强的 还是要挑弱的 有低档补奖空间 我认为挑弱的 哎哟 为什么 既然拉回就是买嘛 那干嘛还要买比较高位 所以就像这种打到地板上的 好 为什么这样讲好了 不是算说看短线股价回落 当然投资朋友会害怕 是不是背后有什么利口 是啊 但是如果我们刚刚上面讲了很多苹果 其实都是比较正面的 我们去看几档 五四五七的宣得 好 这个背后有这个 大陆厂大股东力讯嘛 在今年 因为就是转单的效应 它可以接到这个 苹果的连接性的一个订单 它在先前一波 已经先拉一段 好 从大概十几二十块涨到 波段高快四十 但是你看这一波拉回的幅度 从大概波段高 我记得三十九块左右 拉回到现在三十块 对 对 短线已经跌了三成左右 那既然我们刚刚谈到 拉回就是买一点 那一定要找拉回什么 当然最深的 第一个 跌深就是最大的利多 过去我们可以看到 涨多就是利空 很多高位接着会回跌 那跌深是不是利多 因为它在之前公布Q2的一个EPS 没有第一季来的 好 有衰退 但是在今天这一两天 反映出来这样的一个利空 我认为可以解释为 是不是利空的一个处境 迎接而来的是什么 第三季跟第四季 那是出货的一个旺季 所以我会挑跌深的个股 给投资朋友 你可以去选择 如果你真的看好 iPhone的一个出货 去找这些跌深的一个个股 那第二个其实刚刚讲到像台郡的一个部分 他也跌很深 到底可不可以买 接不接吗 我这个我就不接了 为什么 我讲差别 其实台郡他已经反映出来 他在过去他已经掉单了 那你说后面的一个出货 他的一个比重 已经没有之前来得高了 刚刚中间讲到 过去他都吃了 吃苹果的订单 但是苹果已经这一两年 把这个订单做一个什么 分时的一个动作了 就是什么加联益 因为今年新打入苹果供应链 所以加联益起来 所以台郡的部分虽然你去看他 位阶真的非常非常低 但是我认为他的一个动能不足 他是什么 从原本原先吃苹果最纯的 但是到后来比重越来越少 那我反倒认为 也许在这样子的个股的一个操作 投资们要去拿捏 是新苹果 像宣德他是新苹果概念果 拉回可以去买 那台郡是旧有的苹果 但是呢 他的苹果的光彩越来越少了 这个红苹果已经渐渐变新苹果了 我认为操作面上 是要比较保守应对 所以等于说这个新苹果概念股 会比旧苹果来得好 点点 然后挑一些跌升的个股 然后这个法则 只适用在了苹果的身上 千万不要自己 自作多情 把它套用到了其他的个股身上 包括了升级股的身上了 提供大家来参考了 不过我们再休息一下 广告还来继续来看到 有人希望说呢 这个台股当中 尤其在基本面 通常都算是一个落后指标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广告还来 从营收来下手 我就可以验证一下 如果从营收下手 其实一样能够找到了获利 在这个个股飙涨 翻倍的个股 我们稍微回来 小叮当即动冰雪节来咯 还有雷神战鼓秀 及同万水乐园咯 快来小叮当哭梁一下吧 加油啊 加油啊 夏天 妳 支持 水路三 włos 只要399元 彌 holah 介绍理合格 思思饱干 成分 效果 经美国要点确认 加上世界级PIX GMP品质保证 更专业更严格 不只保你的肝 更加安你的心 我是五周品宝经理陈文荣 我推荐丝丝保肝 紫外线从四面八方伤害眼睛 ESPF护眼防晒细数镜片 阻隔前方直射紫外线 并减少后方反射 ESPF镜片 搭配全视线 调节光线 护眼更全面 钻截镜片 提供二数倍护眼防晒细数 防泼水 耐磨损 抗灰尘 抗油污 抗反射 清晰健康